假瓜遍地真瓜出击 王一博又一全球代言将官宣 商业价值持续认证 王一博如今的超高人气和受欢迎程度 不仅让他任何一点动态都会引发全网关注和热议 而且也让他成为了内娱微波炉 人间救护机般的存在 什么都要来蹭一波才肯罢休 自从维和防暴队杀青之后 王一博就上交了国家 出关之后又忙着物料拍摄和天天向上街五四等综艺录制 偶像王一博频繁营业 演员王一博便暂时进入了空窗期 而王一博迟迟不进组 这粉丝还没着急呢 就先急坏了网上一大批的话秉人 什么轻工具 王闸姐弟二搭 街五主题电影 各种所谓的最新爆料铺天盖地 每一个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如果都是真的 那王一博怕不是得有个三头六臂吧 很明显 这根本不可能 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打上王一博的标签 无外乎就是为了借这位顶流的话题和热度讨一波关注罢了 热度虽好蹭 但也请适可而止 什么瓜想都不想就按投王一博 没有资本和背景的内语打工人也不是这么欺负的吧 更何况所谓物极必反 一个劲的瞎蹭也只会更早的败坏路人员罢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遍地的假瓜 所以才让真瓜的强势出击来的那么的质地有声 百年历史品牌 必胜的全球代言人身份即将官宣 在24岁的第三天王一博的商务代言版图将再添一个实力品牌 全球Title的身份加一 新的一岁新的开门红 一直以来王一博的商务实力都是有目共睹 除了雪花啤酒的双线代言之外 上一个正式Title的官宣还是六月底的香奈儿品牌大使 但即便是近一个月的商务空白 但还是阻挡不了他商务实力的一期绝尘 各大榜单连续霸榜 在最新公布的文娱蓝皮书 更是蝉联了季度男艺人商业价值踏皮 并且荣获三榜第一 最近也因为奥运的万众瞩目 作为中国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安踏的品牌 全球首席代言人王一博随着安踏一起频频亮相 可谓是国民好感度倍增 而且Biso必胜家居清洁也是北美吸尘器第一品牌 其产品已经覆盖家居清洁的各个方面 尤其已独创的地面深层清洁功能闻名全球 商务国民度一路飙升 也意味着王一博如今的商业版图正向着高端和亲民 口碑和品质的方向不断扩张 最后想说 有人气有态度 与品牌文化契合 能提升形象 也能带非销量 王一博 当然是最佳首选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自己优秀便会吸引更多的优秀 任何搬运抄袭必究 图圆网络青山 哈喽